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的姨妈 今年呢去办理退休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还没办理下来 工作人员呢 告诉她因为流水不够证明 她这几年呢 在外面打工打拼 非常的不容易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武汉的街头 似乎很多人都不用上班 那他们的社保是怎么交的呢 他们选择的是自由职业 交的多一点 但是呢很多人为了省了一点钱 选择去找公司挂扣 给点手续费就行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我的姨妈 在这个公司挂扣 那个公司挂扣 最后工资流水 没办法去证明 所以现在去社保局办理退休 真的是无法顺利办理 我也不知道她这些钱 会不会打水漂 交了15年的社保 本想着可以荒天洗衣的退休了 老儿养老金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最后却闹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真的是令人感到百思又不得其解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挂靠的 交的社保啊 我建议你们还是早点解脱吧 就是说找正常职业去交 要不然到时候啊 真的是让人苦不堪言 想着这么多年的钱 可能真的会打水漂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以帮助我的姨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因为现在帮你社保退休的话 必须要工资的流水证明 他没有啊 我写不听 我们下午权 我写不过 我写不准的 我写不过